爱情是美好的,但爱情的产物,往往是痛苦的,让人心酸流泪的,十年以后不吃薄荷一个月,我妈都以为我得病了,逼着我喝了两礼拜中药,那会累点非常低。 一首歌,一句话,一个画面,一个东西都能让我哭到撕心裂肺,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地,偶尔回家,晚上一个在家,我就害怕,把灯全打开,电视开大声,躲在角落里,一网友说,曾经以为有了爱情其他的都是多余,后来才明白太过于爱一个人才是多余,看看网友怎么说欢迎留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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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